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伯伦小教室 关于细胞因子 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疑问 因为看起来我们在节目上讲的 就是它的功能性很多 那它真的只能应用在 医学美容这一块吗 它有没有其他的功效 那其实最近细胞因子 有几篇文献发表 让张伯伦觉得非常的exciting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出了 干细胞所分泌的细胞因子 它居然可以帮助减肥 这个研究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在一群运动员的身上 大家大量运动之后 发觉在他的肌肉分泌出一个因子 叫做IL-6 那发觉这样子的因子可以帮助 就是大量的燃烧热量 那原来这个成分 在细胞因子当中的含量是很高的 所以呢 在这个研究上就说呢 说不定未来这个细胞因子 有机会应用在这个减肥端 去帮助我们身体燃烧热量 或许这个功能是可以被期待的这样子 那当然啦 除了医学美容端 燃烧热量端 细胞因子呢 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武汉肺炎当中呢 也有做这个治疗的应用 发觉就是说 它可以去减缓一些肺线化的现象 那另外呢 细胞因子也被发现 它对于神经再生 还有一些脑部疾病 它具有一些减缓退化 甚至是帮助修复的效果 所以呢 不管是干细胞或细胞因子呢 我觉得它在未来再生医学应用端 应该都有非常大的潜力 可以让大家期待的 那今天张博小教室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